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跟大家分享這個蝦飯 我愛你 蒲救車 現在是腹 wilt 唔 仁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什么重要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葡萄角的一个制作 第二点今天我选用的是这个放的油渣 大家如果有肉的话可以放一点这个五花肉片 或者是说新鲜的肉末都可以 如果放这个油渣我们就要注意几点事项 油渣放的时候我们不能切得太大了 要稍微的切小一点和这个葡萄角要搭配 第二个油渣我们在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时间 千万不要放得过早 放得过早我们这个油渣炒得太软了 它吃起来就没有香味 并且吃起来软软了它就有点腻人 第二点就是这个葡萄角 它不是特别的干 但是又不是很湿 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干炒一下 这样这个葡萄角吃起来才会很香很下饭 第三点就是整大菜的一个搭配 今天我放的是这个本地的红辣椒 大家如果买不到的放这个青椒 或者说不放辣椒炒 做出来也会非常的香非常的下饭 所以最后大家如果觉得今天这道下饭葡萄角 做的还可以了 记得在视频下方点赞收藏转发 同时前来就要更多香菜了 欢迎关注香菜而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